基隆市陈静男子昨天中午邀集朋友过来 邦于姓友人庆生 没想到party还没开始 这被警方抓到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小队长汪俊奇 侦查左徐伟豪 五世红昨天中午 持台湾基隆地方法院搜索票 前往中正区一带执行搜索 埋伏物外远警发现陈贤住处 当日进出访客相当频繁 等陈贤开门外出迎接来访正姓友人时 远警已举冲入屋内控制现场 发现陈静大喇喇地将安非他命 及时用毒品戏具放置在床铺上 供在场余性正姓友人自行取用 在陈贤所攜带之侧背包内 还查获毒品安非他命 总计查获安非他命6包毛重19 76公克及玻璃球吸食器等物 警察清查现场人员身份时 发现于是基隆地检署 发布防害自由通气的逃犯 昨天恰巧是鱼的生日 一群人正要开毒 他庆生就被逮 全案巡后将陈贤等人 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最嫌 方害自由通气等案 依送台湾 基隆地方法院检查署侦办 陈贤静大喇喇地将安非他命及时用毒品器具放置在床铺上 供在场余性正姓友人自行取用 陈贤龙是警觉提供分享 陈贤静大喇喇地将安非他命及时用毒品器具放置在床铺上 供在场余性正姓友人自行取用 陈贤龙是警觉提供分享 陈贤静大喇喇地将安非他命及时用毒品器具放置在床铺上 供在场余性正姓友人自行取用 陈贤龙是警觉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